HELLO 各位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本集節目內容將會教你如何更改 Windows 的系統顯示字型 首先你需要下載兩個檔案 其中一個是能夠改變 Windows 顯示字型的註冊檔 另外一個是將你改變的字型變成原本的樣子 首先你必須要找到你要換的字型在電腦中叫什麼名字 首先你到首頁裡面個人畫接著到字型 你可以去在這邊找查你要的字體有沒有安裝 或者是你的字體名稱 那我主要示範的是這款字型 這款是由在 Google 字型上面下載的 好那你找到你要安裝好的字體之後 你看一下這邊有個完整名稱 對就是個完整名稱 這個要記得 好之後打開這一個能夠改變你系統自行的註冊檔 按右鍵用任何方法編輯它都可以 好我這邊選了一個開始 當然你們在這邊看到應該會是不一樣 這樣子因為我這個之前使用過了 好那我在這裡直接輸入右邊的這個完整名稱 好要確保自行沒有打錯 好之後存檔 存檔之後呢 直接對它點擊兩下 是 是 確定 已經加入登錄中 之後你只需要重啟電腦 好當電腦重新啟動之後呢 你會發現 系統自行已經變更成設定的樣子 但是部分狀況下呢 它應該是 有些程式它是 沒有辦法去改變的 但是大部分的程式應該是都可以 你會發現我們的 我們的字體已經變得跟 預設的不一樣了 已經是我們換成這個字體的樣子 有沒有用來 這個太太太 用手機 從來 這裡 這個太太太太 一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